大家好 今天是3月13日 星期一 看上星期五 美国飞龙2月的数据做得非常好 预期星期三一定会加息 但差在今年加多少次息 以及今次加0.25厘还是0.5厘 都是值得市场关注 另外星期三还有其他小的环球莱士 预期大家都採取观望的态度 恒指大约23,600这些位置 还有一些波幅 另外个股方面值得留意的是 汇控和友邦 分别都换了管理层 友邦跌穿50这个总义支撑点 是否还值得吸纳呢 大家也要值得留意